登教罗一名蓝领劳工今天先后被带上两个不同的地庭面审 最后一共被判坐牢16年及鞭吃5下 25岁的被告莫哈默罗扎里共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项控状指他在2011年3月在瓜拉尼鲁的住家 强奸当时只有15岁的女友 导致对方怀孕生下一名女儿 法官针对这项控状判处他接近10年及鞭吃3下 第二项控状则指他于刚过的9月18号用热水泼妻子 灼伤妻子的手臂和腹部 另外还长乖妻子及用脚踢妻子的头部 法官就此判他接近6年鞭吃两下 法官勒令两项判刑必须分开执行 吉达州则有一名华裔男子 因为涉嫌以强迫的方式贩卖10名印尼籍女郎 今天被控上亚罗士打地庭 35岁的被告德文达被控在今年6月25号 在亚罗士打一家酒店内强迫10人工作 为此抵触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走私移民法令第12条文 但一共面对10项控状的被告不认罪 法官最终允许被告以每项控状8000令吉的代价保释候审 并责定案件11月3号重新过堂 在亚罗士打推示亭 只有5名男子一起被控串谋绑架 5名被告中有两人是本地人 两人是缅甸人 还有一人是孟加拉人 他们内外勾结 在刚过的9月6号凌晨2点半 绑架了8名孟加拉和一名缅甸外劳 并将他们囚禁在吉达本铜的一处住宅内 准备针对每个人头提出15000令吉的赎金 一旦罪成 5人可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 法官则定案件10月24号重新过堂 也拒绝让5人保外候审 吉兰丹动物园管理员沙鲁里战 被控支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案 将移交高庭审理 史莱安推示亭今天则定案件在10月20号重新过堂 好让控方有时间准备申请把案件移交高庭的陈词和文件 30岁的被告共面对两项控状 他除了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人 参与和支持伊斯兰国的恐怖斗争 还拥有和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物品 NTV7综合报道 好 我看了 所以说 哇 为什么 elite 你说 看被您 在下面 谢谢观看